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山里 今天我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徐卫墓 之前我们在徐卫的故居 讲过了徐卫的才华 徐卫名随仙谷不仅他的才华过人 而且他的魔律也是非常过人 在当时期他是天下第一幕僚 我们到里面再说 到了这个传奇人物徐卫的墓园 我们从这里进入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墓园了 前面就是徐卫修音长墓 前面有个香炉是万古青藤 在徐卫墓的后面有一处青藤亭 作为贯穿整个明朝三百年的 三大才子之一的徐卫 非常受后代文人的仰慕 徐卫朝不仅文采出重 他还懂兵法 提到他鞠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胡中县 胡中县是明朝家境年间的浙江巡抚 后来还关治总督 胡中县是文人出身 但是他用兵非常厉害 他的手下部长阵容十分的强悍 其中一位就是武功盖世的大侠 余大球 还有一位就是民族英雄七级光 在胡中县的布局下 余大球和七级光在沿海进行抗卧 当上大官的胡中县 每天应对繁琐的事物 还有抗卧打击 他的感觉到身心疲惫 他必须要找一个帮手 像胡中县这么聪明的人 他应该找成帮手 他第一个条件应该是 比他还要聪明的人 他找到了一个落魄的文人 这个人就是徐卫 徐卫的一生可谓是 明吹千古 却潦倒一生 却屡经不重 三次高科 三次科举不重 没有进入仕途 后来呢 就做了胡中县的幕僚 胡中县呢 虽然是一个文人 却披披十分的暴躁 像余大球这么威猛的战将 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 而且徐卫呢 在他面前十分自如 胡中县呢也认为他如此 徐卫呢也是一届书生 那他对军工到底有什么作为呢 胡中县在当时布了一个大局 就是和卧库的头领 汪直 胡海等人 进行了一番的盘旋 整个计划推行了好久 其中这个出主意的就是徐卫 当时的卧库头领 汪直呢并不是日本人 是中国人 日本人并不是他的组织 日本人是给他打工的 他在其他国家贩卖军火 然后他在日本还有一块自己的地盘 相当于很多日本的将军 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因为他们还要指望 汪直给他们去弄很多东西 后来胡中县和徐卫 就这样诱骗胡海和汪直 在他们之间 还有一位叫什么我忘了 他们之间进行挑拨 诱骗上岸 最后呢 这个计划已经很成功了 设法好几年 已经可以不动刀枪了 就可以把整个严寒的倭寇 就给平顺下来 其中有一次胡中县县 已经把这个倭寇的头顶 已经引起上岸了 其中有个文官 为了表示自己爱国立场 把这个人抓住了 抓住了 最后就上报天子 最后没办法给杀了 这一个错误引发了一连串的麻烦 这几年的计划 富足东流 最后我也只能用刀枪来说话 在与日寇交战中 契光将军是非常的勇敢 契家军也是非常的骁勇善赞 在当时明朝嘉靖时期 可谓天下末妖 第一名的就是徐卫 就连契光这种等的名将 勇将 见到徐卫也称一称徐先生 在胡中县倒台之后 徐卫就去了 见到了契光 契光一看是徐先生 特别特别想挽留他 留在自己身边 可是徐卫没有留下 徐卫也是一心的奥骨 他不想用以前的行为 来换自己的荣华富贵 最后呢他到了这个李承良的府上 李承良 大家应该听众过 晚民名将李承良 诺埃哈斯当时还是他府上的一名侍卫 非常非常了不起 他在这里呢 给李承良的大儿子李如松 传授兵法 给李如松做老师 因为李如松呢 后来比他的爹李承亮还要了不起 万里山上有三场 就是李如松所打的 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 李如松所用的战法 就是徐卫传给他的 当年契光在东南沿海所打的兵法 徐卫所以非常非常了不起 过青藤亭 我们接着往前走 徐卫一身酷爱青藤 这有一处井 在墓园里啊 这里还有一处徐卫先生的纪念堂 他对脸呢也是他一身的概括 香干奶油天下 满腹金轮传古金 这一侧呢还有徐卫的父母 凶爽和儿媳的墓 墓园呢也是树木众多 杂草横生 这也像接着他一身的写照 冥吹千古却潦倒一声 墓园外面呢就是茶园 也是一个清爽的地方 徐卫传先生墓呢是方形的 两米多高 下面呢用青丝里做以保证风土不散丝 背上写的是名 徐卫常先生墓 这就是贯穿整个明朝 三百多年的三大才者之一的徐卫 徐卫常先生呢酷爱青藤 他的灵园呢竟没有一处青藤 也可能是我没有找到 在徐卫墓园坐了一会儿 现在该离开了 徐卫先生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